哈喽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我是极客机 今天也由我给大家带来本期的硬件资讯吧 目前已经知道为了扩充显卡市场 AVIDIA已经推出RTX2060 12GB版本 但由于其的价格与性能并不对等 所以玩家们也是漠不关心 然而现在来看AVIDIA并未停止脚步 实无潜力的又推出了RTX2050显卡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就跟着极客机来看看吧 其实按照以往的惯例来看 临近年底不少科技大厂都会拿出看家本领 以推出新品的方式来提升公司的股价 并为下一财年做准备 而其中一步伐包括高通的蛟龙8G11 MTK的天机9000等等 当然作为掌握核心科技的AVIDIA 也是猛足了干劲 不断的宣布着自己的新品 而出人意料的RTX2050显卡 便得到了正式宣布 具体来看 RTX2050依旧会隶属于20系显卡 但它并没有延续图灵架构 而是换用了同30系的安培架构 采用了三星8纳米制程工艺 基于全新的GA107核心打造 而这颗核心也与RTX3050处于相同等级 除此之外 其还拥有64个Tensor招拉内核 以及16个RT核心 核心频率为1155显到1477显 但让人意外的是 其的库大核心已经来到了2048个 相比RTX2060的1920个 还多出了128个 这足以可见老黄刀法的精湛性 然而为了避免出现越极挑战的可能 RTX2050仅配备了 为宽为64bit的4GB GDDR6显存 最大带宽为112GB每秒 同时整卡的TDP功耗 也仅为30W到45W 至于性能方面 从目前曝光的成绩来看 RTX2050在TEM SPY中的得分为3369分 与移动端GTX1650处于同等水平 但相比RTX3050移动端的4800分 低了约42% 这也就意味着RTX2050并不能取代RTX2060 定位仅仅是入门系显卡 但尤其采用了30系的安培架构 所以依旧是会支持光线追踪和DLSS技术的 当然除了RTX2050外 OEDR还公布了全新一代的轻薄本独立显卡 MX570和MX550 其中MX570的核心规格 几乎与RTX2050一样 区别仅仅是配备了RGB显存 所以在这里就不做过得介绍了 至于MX550 其仍然采用了20系的同龄架构 基于TU117核心打造 拥有1024个酷大核心和16组SM单元 但配备了微快为64bit的 RGB、4GB、GDDR6显存 显存频率为11GPBS 这样一来 虽然MX550是上一代MX450的商机版 但得益于显存规格和频率的增加 其在Time Spy中的得分为2510分 整体性能已经与移动端的GTX1050T相当 看来轻薄本的爱好者们这次是有福了 然而在这个时间段 Pauvetia突然推出RTX2050 MX570和MX550三款入门级新品 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与即将登场的 英特尔ARC显卡 以及AMD的RX6400做竞争 至于发售时间 根据微丢卡的消息表明 RTX2050、MX570和MX550 都将会于2002年春季正式推出 所以想要购买的玩家们可以期待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目前超级客的置顶动态中 也正在抽取RTX3060T显卡 12代酷率CPU以及显示器的奖品 感兴趣的玩家们千万别错过咯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极客机 我们下期再见